历史如火如荼 除了单车 雨伞 充电宝之外 最近一个共享床铺的项目 在北京 上海 成都等地逐渐铺开了 北京中关村中钢国家广场的创业公社第二层 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屋子里 放着三组长2.1米 宽1.2米 形状类似太空舱的床铺 一共六张铺位 舱内有电扇 阅读灯 充电插座等设施 还有免费的一次性床单 诊巾等睡眠用品 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入舱休息 午休时间这里很快满舱 在休息结束后需扫码结束机费 并将已用的一次性物品投入回收桶内 关闭舱门后 舱体会进行自动杀菌消毒和空气循环流通 此外 床单和诊兆每天要进行两次紫外线 除满杀菌 每周定期更换床上用品 在上海陆家嘴的一幢写字楼里 记者也找到了这种共享睡眠太空舱 两个自助休息舱占地约4平方米 不少白领表示再也不用趴着午睡了 特别是中午的时候会比较累 然后这个确实是满足我们办公的一个需求 和共享单车不同 共享睡眠太空舱不需要支付押金 扫码后开始积费 每半小时收费6元 中午11点到下午2点为高峰时段 每半小时收费10元 每天最高58元封定 当同行的人越来越少 你会 之后最近一个共享床铺项目 在北京上海等地出现了 而这种共享床铺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上海消防部门今天叫停了 共享床铺的瞬间 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屋子里 设有6张铺位 北京新推出的共享床铺 除了需要扫描二维码入内休息之外 其他均和当年的胶囊旅馆如出一辙 上海的共享床铺 在陆家嘴的新上海国际大厦内 有体验点 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楼内只有两张床铺 体验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6点 消防人员检查发现 插座设在可燃的板材上 明显不符合冰旅馆业的消防标准 此外 住宿区域还有一栏材料 该体验点工作人员表示 今天之内将拆除睡眠舱 目前上海有三处体验点 均属于北京享睡科技公司 扫描该公司的小程序 系统提示处于更新维护中 开办旅馆必须符合消防法 向行政部门登记 入住旅客必须要出示身份证件 以共享经济为招牌 并不能改变共享床铺 非法小旅馆的性质 早在2011年中山北路上 就曾有一家胶囊旅馆被叫停 消防部门表示 像这样形式的住宿区域 存在逃生困难 火灾容易蔓延等多重安全隐患 人员密度高了以后 一旦发生火灾 我们这里头就很容易造成伤亡 它平时只有一个坐或者躺的状态 住宿也比较困难 而且是因为密闭空间 容易造成烟气急剧 消防人员表示 类似的共享床铺 胶囊旅馆无法达到旅馆住宿条件 不会予以行政许可 记者陈俊杰报道 近日有网友发布了一段